很多朋友做出的丸子出锅就散了不成形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如何做出鲜美劲道的肉碗汤 做丸子我们最好选用前腿肉 前腿肉一般带着雪花 有肥有瘦的做丸子的口感是最好的 先把肉切成薄片 然后把它剁成肉末 剁肉之前要把肉洗干净 家里面有绞肉机的话就用绞肉机来绞 我们费点功夫把肉剁得稍微细一些 在碗中放入拍碎的葱姜给它叠出葱姜汁 调味加入盐 胡椒粉 蛋清 其他的调料就不用放了 然后少量多次的加入葱姜水 用干净的手快速的抓匀搅拌 用动葱姜汁料酒也就不用放了 把肉顺的一个方向快速的搅拌 等到肉把水分吸干了 肉馅变得有阻力了之后 再次加入葱姜水 我们再给它搅拌均匀 觉得干了可以再加一点 这个葱姜水大概是在一斤肉 放上二凉水的这个样子差不多就可以了 一定要顺着一个方向搅打 如果来回换着方向搅拌 那么这个肉上劲就上不好了 吃起来肉就会散 最后再加入少量的淀粉 再次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锅中烧水 加入葱姜 水开了之后灌成小火 下入丸子 挤丸子也是很简单的 挤好了之后用勺子把它放到锅中 丸子全部下锅了之后呢 开大火把汤烧开 烧开了之后再把浮沫打干净 调成小火 煮上两分钟 把丸子充分的煮熟 这个是提前洗好的小青菜 它和肉丸子烧汤特别的大 丸子煮熟了之后呢 给汤调味 放上盐 胡椒粉 还有鸡精就可以了 再次把汤烧开 下入青菜 最后起锅的时候 淋上少许的芝麻油 这道非常好喝的青菜肉丸汤 就做好了 汤清清爽爽的 不过很有味道 也非常的好喝 肉丸也是很紧致的 不会松散 喜欢的朋友 就试着做一做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